7月29日,鲁能围防杯揭幕战,在围防市奥起空园体育场打响,揭幕战中国U19国青,领导一部的西班牙人U18,郭田宇措施担导,另外三支中国球队沙东鲁能,大林一方和上海上海也都输给了各自对手。 图片来自艾特威学体育节目战上,西班牙人由11号桥福雷卡雷拉斯文钱包抄打破僵局,随后,中国国青的郭田宇虽然制造多次威胁,但均未能形成得分。 第六十三分钟,前恒大小将张奥凯申P7号替补助场,为西班牙人制造了几次威胁。 最终,中国国青不敌西班牙人U18,郭田宇措施三刀郭田宇投球,现现破门本场比赛,为方球尼十分热情。 场内上座人数两万两千多名,其他三场中国球队的比赛。 山东鲁能零比伊伯卡青年,上海上港三比四西班纽卡斯尔喷气机,大连一方则零到五不敌阿根廷河床,不为方卑手轮赛果。 中国国青零到一皇家西班牙人桑托斯拉股,那三港一莫泽科斯巴达克,山东鲁能零到伊伯卡青年,上海上港三到四纽卡斯尔喷气机,大连一方零到五阿根廷河床,巴西体育六比零, 法兰克福